大家好,星期二娛樂 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星期三 想不到踏入12月的第一天 那就真的開始冷了 有點冬天的氣氛 不過這段天氣的日子 對我來說都是辛苦的 分分鐘有兩個好朋友會來探我 就是鼻敏感和濕疹 所以今早起床已經被水流流 不過下午就好一點 馬上說說今天的娛樂新聞 這位主角真的陪伴了不少人成長 譚玉英姐姐主持兒童節目超過30年 陪伴了不少人成長 上星期六,即11月27日 就是她的生日 近日有一班好朋友請她吃日本菜補足 配搭好可愛 當中包括廖碧儀、吳葉坤 ERROR的兩個成員 193和肥仔 還有林柏希 而林柏希 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和譚玉英姐姐 慶生的開心時光 雖然無線和ViuTV的藝人同場 但見到他們都攬頭攬頸 扮鬼扮馬地拍照 感情好像不錯 沒有因為不同電視台而受到影響 林柏希又留言 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組合 卻又過了一個非常開心的晚上 就hashtag 保祝譚玉英姐姐生日快樂 原來無論什麼年紀 服務什麼台都好 大家都是小小看譚玉英姐姐 她又說得對 可能兒童節目的世界真是單純些 紅金寶 古天樂 任賢齊和林峰 昨天在元朗出席一個 由鄭寶瑞撿到的新戲 《九龍城寨》的開景 《九龍城寨》 電影改編自漫畫 古天樂 任賢齊和林峰 都有大量親身上陣的動作戲 紅金寶笑笑地說 未開拍已經感到吃力了 嗯 立刻心心眼了 有林峰 紅金寶計這個電影 殺破狼貪狼之後 再度和古天樂合作 大讚古天樂拍舞打戲進步了不少 現在已經是老手 她這次亦有些打戲 被問到是否被導演感動了 所以才接拍這部電影 紅金寶就這樣說 給錢我就拍了 她表示她早前 剛剛在上海回港 疫情下很少見朋友 近日也很少和好友譚詠麟聯絡 但又留意到 對方近日捲入了桃色風波 問她信不信傳聞 她說 我不知道 但現在網上好爹都信不信得 網上很多人都說 我1949年出生 又拿第二個女人的照片 說是我前妻 那你說信不信 大家無論網民也好 大眾也好 都是當 信與不信也無所謂 我覺得 都是食花生的一族 信不信也不影響我們 好 到古天樂就表示 戲中又和林峰比較多對手戲 而且也打得挺金 這部電影的光陽味極重 正常的題材都是光陽味重 她說 其實演員在裡面打得很辛苦 除了有些很高難度的動作 還有一些危險動作 要用替身之外 大部分都是親身上陣 故仔這樣說 她說 我在戲中的動作 好像旋風那麼快 都OK 因為有少少拍武打片的經驗 今次電影是搭建1980年代的九龍城寨做背景 故仔就很開心地說 我每天都在城寨景裡面 裡面的雜誌、電視都是80年代 看回都覺得很開心 林峰和任賢齊首次合作 小齊大讚林峰拍打戲努力操練 一個星期操作五天 她說 以前覺得林峰很風流涕躺、很瀟灑 我也覺得 今次見到她鋼跳身形好實正 電影靠她的 到時大家有眼福了 我在戲中演縮虎 打小一點 林峰就透露她自己 會被小齊和鼓仔輪流打 除了有拳腳器之外 還有撞車和跳樓氣氛 都可以叫做非天頓地 所以拍攝幾個月之前 也訓練了幾個月 她說 未試過有這麼高能量的訓練 第一天練三個鐘已經差點想吐了 受傷也少不免 但也值得 那這些人問她有沒有買重保險 她說當然有 那怎樣也買少少的 辛苦你了林峰 我想快點看 小齊和林峰都表示 拍完要拍到農曆年之後 所以未能在節日陪伴家人 任賢齊就覺得 這些就是演員的付出 林峰就說 因為疫情 免得家人來香港要隔離 唯有每天跟家人視像見面 問她是否想念女兒 林峰就說 是呀 又想念老婆 又想念女兒 那會不會擔心太久沒見 那女兒會不會認得爸爸 那她就說 當然不會啦 那女兒一見到我就馬上叫爸爸 想到我幾乎幾辛苦都無所謂 所以幾時都說 女女真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又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電影梅艷芳就記錄了 傳奇歌手梅艷芳的一生 由黃丹妮去飾演梅姐 廖子宇飾演梅姐姐的姐姐梅愛芳 雖然這部戲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沒有說到 例如沒有周世龍 沒有韓韻詩 沒有黃耀明人山人海 更加沒有民運梅姐做過的事 不過她裡面講述她兩姐妹的感情 都很細理的 其實描述得 梅艷芳在二千年病世的時候 梅姐曾答應過姐姐 會代為照顧她一對七歲和五歲的兒子 潘文浩和潘進浩 可惜梅艷芳的老公潘納德 在喪妻之後 帶同兩個兒子離開香港 從此失去聯絡 梅姐也曾聽聞過潘納德移居北京 不過也在當地找過人 不過找不到 梅姐林忠也沒辦法兌現這個承諾 留下了一個遺憾 不過今天有報導指 在梅艷芳上映之後 有人發現了潘文浩的社交平台帳號 原來今年已經28歲 現在她身處加拿大 至少入場看過兩次這套梅艷芳 她在社交平台整篇場文是這樣的 我讀給大家聽聽 昨天是我第二次在戲院女看 Anita 梅艷芳 我已經數不清流了多少次眼淚 我看完之後 我的情緒也不能輕易平復下來 在戲裡面 Anne說了一句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著他們長大 媽媽 雖然你不可以在這裡看著我和弟弟長大 但我知道你在天上一直都有看顧著我們 正正因為這樣 我知道我不可以令你失望和令你擔心 我會像你這樣 有著積極樂觀的態度 面對困難和挫折 E 你將你的生命奉獻了給舞台和音樂和給你的歌迷 無論你在哪裡都好 我都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滿滿的幸福 因為到今時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愛著你 懷念你 你說過只要有信心無難事 我亦會像你這樣 抱著一份不願輕易放棄的精神生活下去 我看得還有那麼多人支持著你 想念著你 我真的真的很感動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樣 繼續把他們放在心裏 和觸緊著他們對生活的樂觀積極 永不放棄的態度 憑著信心去過生活 媽媽 姨姨 我永遠以你們為榮 其實剛才一路讀 都好像鼻子有點酸一酸 MIRROR的柳影亭 和拍拖五年的女朋友Kelly 原本一直都感情穩定 但今天Kelly的IG 被發現已經剷除和阿J的所有合照 又突然unfollow男友的IG帳號 不止這樣 她還在限時動態都發了一首日文歌的片段 歌曲的內容提到一段涉及多人的感情 因此令人喘測她倆疑似分手 消息傳出後 柳影亭下午在限時動態貼了一個自己錄音的短片 當中她用對著咪咪自拍 精神不錯 但未有回應任何分手的傳聞 當然啦 傳媒當然要去問問她 球證問她是否和女友分手 她承認兩個人有點爭吵 但未至於分手那麼嚴重 至於Kelly貼出那首日文歌 是否有什麼含意 她就沒有再回答了 而剛好 柳影亭明天也有公開活動要出席 看看到時她會不會親自回應吧 有台灣第一名無知青的林志玲 結婚之後一直都被問何時會生嬰兒 前天她就趁她47歲生日 原來又生日又是11月 生日的時候就在社交網站 post了她的自拍照 而且留言表示 感謝生命 感謝每一火真心 感謝每一個奇蹟 感謝無法逆靈的自己 一直勇敢 一直柔軟 感謝所有美好 都來得剛剛好 這段對白 大家很容易就想到 林志玲是否有喜 公佈喜順 而在昨天 Chilling再 post一個新相 在社交網站留言說 感謝未來 還加上一個石石的emoji 網友再次猜測她是否有喜 紛紛送上祝福 感覺真的有好消息感 未來的幾個月後 恭喜你啦 真的像無似樣 不過可能未夠三個月 但她又剛剛知道了喜訊 我想過多兩三個月 她就應該會公開 如果真的的話 有些事寧可信其友 她47歲 年紀也算大 只是拖BB來說 整個萬事小心 真的蠻多些模樣 最後 跟進一下譚詠琳 她上星期三 捐入了這個桃色風波 她經理人公司 一直以會iva 或操策 不過 上星期5 26日 其實譚詠琳 如常出席 內地節目時光音樂會 進行錄影 她的演出部分 也沒有被人剷 ether 社交網站 再加上 29日那天 节目组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载了与演出嘉宾所拍的照片时,阿伦仍然在 网民都觉得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阿伦没有受到淘色风波的影响 但淘色风波到现在,他仍然是未亲身出来公开解画的 因为其实内地近年都要整阵娱乐圈的歪风,建立了负面清单 如果有艺人犯一些失德的东西,就会被消失 有些范冰冰、赵薇、郑爽那些,全部东西都被人下架 网民因此都非常期待阿伦会不会被消失,成为了这个焦点,但竟然又没有 今天的娱乐新闻到这里,记得按like看广告,社交媒体分享,订阅PATREON频道,月费赞助,拜拜